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众开心把视频录像导入电脑 在视频中截取了一个最清晰的碎尸图案进行了锐化提升 众人的目光全部集中在图案上 在这些令人作呕的尸块中努力寻找着一切线索 正如丁前之前猜测的那样 碎尸图案只是在白色的方格背景中占据右边一角 左边和上边全都空出来了 显然是留给之前两起碎尸案做错的图案的 三个图案拼在一起恰好能够组成一个整体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大家在图案中专门寻找那些有明显特征的地方 很快发现了一些手指和脚指一样的东西 一个连着一个围成了一个图形 年小光彩 这是怎么M吗 郭荣荣说 下面还有半个圆形呢 我看像一幅画呢 其他人也跟着是你一言我一语 各数几间 杜志勋看了一会儿 忽然说道 我知道是什么了 是兔子 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看那个图案 的确是很像一个兔子的头像 郭荣荣大呼不解地说 第一起碎尸案图案像是字母哀 第二起碎尸案图像是心 现在又出现一个兔子的图案 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爱兔子吗 这是凶手要告诉我们的谜底吗 我爱兔子 这分明就是凶手故意在戏弄我们 顾宗泽怒不可遏 他并不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 但是这个案子实在是办得让他憋气 平时的才能完全施展不出来 一直被凶手牵着鼻子走 他没有戏弄我们 杜志勋说 他的神情不知何时 变得异常凝重 目光中透着难掩的纠结 顾宗泽问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兔子就是温馨的绰号 也是昵称 温馨 哪个温馨 不会是 就是当年拉杆相碎尸案的被害人之一 也是丁前的未婚妻 这句话 仿佛带着某种奇异的魔力 让所有人瞬间僵固 就连空气都冻结了 我爱兔子 我爱温馨 三起连环碎尸案的图案拼在一起 居然得到的是这样一句话 一句亲密的 有点肉麻的情话 很像情人节礼物上的表白 情侣之间耳边撕摸的悄悄话 一会儿写在个人微博里的单相思 但无论哪一种都跟温馨无关 因为他早在四年前就死了 还被肢解成树端 装在拉杆箱里 如今却突然有人用拉杆箱碎尸案的方式 来向温馨表白 这种毛骨悚然的纪念方式 却又隐藏着某些细思极恐的东西 不知是谁突然问了一句 族长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呢 是啊 这也代表了所有人的想法 假如凶手的意图 就是为了让警方凑齐拼图 现在拼图已经凑齐 答案也已经揭晓 那么这起连环碎尸案 岂非就结束了吗 假如凶手真的像预测的那样 就此收手 而警方又找不出更多的线索 难道 要接受这个荒诞 又耐人寻味的结果吗 就在杜志勋举气不定之时 故宗则说 要不然 我们还是通知黄玉 让他来进行退吧 这是一个让人意外 也是意料之中的决定 恐怕就连杜志勋都没想到 自己仅仅过了几个小时 就不得不再次把这个讨厌的家伙 找回来 当黄玉再次坐在杜志勋和顾宗则面前 终于憋不住扑斥笑了 他摸摸鼻子 尽量忍住笑 保持风度 抱歉啊 我就是觉得啊 是不是我太乌鸦嘴了啊 这种事情居然都能让我说中了 我们要的东西带来了吧 杜志勋没心思听他打屁 面无表情问着 黄玉朝身边的梁文通够了勾手指 梁文通把黑蝙蝠的手机 和装着血沫的塑料袋 拿出来放在桌子上 之前他们谈崩了 纷纷离开时 也把这些东西带走了 杜志勋拿起塑料袋 看了看就说 这就是你们 从墙壁上刮下来的血吗 就是之前那个给你看的 如假包换 黄玉往前探探身子 身上的香水味扑进杜志勋的鼻子 怎么样 现在你决定抓丁钱了 我们得先确定 是不是被害人的血 杜志勋招呼柳飞 把血氧取走 黄玉一看见柳飞 眼睛有些不够用了 笑音音的搭讪 嗨嗨美女 上次给你的建议 你考虑怎么样了 要不要改行试试啊 柳飞冷冰冰地白了他一眼 拿起塑料袋就走了 黄玉望着他的背影 还不住地惋惜 这么好的皮像 当警察 真是太可惜了呀 杜志勋打断他说 你之前对我们说的那些话 我们要做一份笔录和录音 你能保证那些话 没有虚假成分吧 这儿自然 我还是守法公民 以信为本 要不然怎么领导企业呀 杜志勋让钟开心带他 去隔壁屋子做笔录 黄玉说 我不想跟个爷们聊 看着没劲 他只能指一旁的郭荣荣 让这位小美女陪我吧 人活着无论做什么 每一秒都要过得舒适才对 郭荣荣说 我感觉你皮紧得不舒服 要不先给你收收皮子吧 杜志勋瞪他一眼 挥挥手 示意他别惹事 照做就是了 郭荣荣很不情愿地 带着黄玉去做笔录了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在案子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之下 杜志勋被迫把黄玉找回来 不管他有多么反感这个人 他是目前谨剩的线索 该做的都做了 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 杜志勋默不作声 也不跟顾宗泽说话 谁都不知道 他心里在期待什么 或许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利用最先进的DNA检测设备 一小时之后 刘飞的化验结果就出来了 他拿着实验报告 回到专案组办公室 对杜志勋说 经过化验比对 黄玉拿来的这份血液样本 与碎尸现场发现的血迹 是同一个人的 只是还无法确定 是那个私家侦探的血 还是黄玉所说的 另一个男青年的血 这就已经足够了 至少证明黄玉 并非凭空捏造 他所描述的事件 与碎尸案有直接关系 旁边的顾宗泽双眼已经发光了 问杜志勋就说 那丁肩怎么办 要不要我 杜志勋知道他什么意思 先不要行事动众 我让人打电话 让他过来一趟 他本来不也是 专案组的顾问吗 之前事情 还有许多疑点没有合适 我们得先稳住 顾宗泽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只是感觉杜志勋 有点袒护丁肩 这也难怪 上次刘飞出事 他也极力袒护 才保住了他现在的职位 外表上真看不出 这个不够言笑的家伙 还真是一个 鼓道热肠的人呢 一个多小时之后 接到电话的丁肩 还车从影视基地赶过来 杜志勋对他的态度 还像往常一样 给人感觉 就好像请他来参加 分析案子 只是其他人都心知肚明 大家谁也没有 表露出来而已 杜志勋倒是真把 刚刚发生的碎尸案 详细地讲给丁肩 这一切几乎都在 丁肩预料之中 他也没有多问 倒是对那块碎尸拼图 很感兴趣 杜志勋说 正像你之前猜测的 那块拼图 恰好能与之前两块拼图 凑成一个整体 我们已经在拼图上 找出了隐藏的图案 是一个兔子的头像 兔子 丁肩一正 加上之前找到两个图案 放在一起的含义就是 我爱兔子 我怀疑这个兔子 代指的就是温馨 凶手使用了 拉杆香碎尸案的 手法作案 温馨的绰号 又正好是兔子 我相信这不是巧合 是有人故意为之 杜志勋的话 让丁肩毫无准备 立刻僵硬在那里 一动不动 那块结痂在心头的伤疤 再次被撕开了 杜志勋说 这起碎尸案 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目的 凶手象征性地选择了 当年的拉杆香碎尸案的手法 一步步把我们拖到 他的犯罪谜题之中 最终用一句话告诉我们 他是在想文心质疑 如此复杂的犯罪手段 给出了如此简单的答案 对此你有什么想法吗 丁肩虚弱的摇里摇头 那我就先说说我的想法 我认为凶手对文心 应该十分了解 不排除是他的熟人 甚至是曾经迷恋过他的人 而且凶手对当年文心 遇害的具体情况 也是很清楚 这就意味着 他要么是我们警戒内部的人 要么他跟当年的碎尸案 有着直接联系 让我不解的地方是 他为什么突然现在出现 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我很难相信 他这么复杂凶残的作案 只是为了这么简单一句表白 他所隐藏的深层含义 又是什么呢 丁肩叹了口气 我也很想知道 我和文心认识 是在他上班之后 他过去的老同学叫他兔子 我后来也叫 那个时候 没太注意他身边 有没有亲没他的人 至少我是没有发现 至于他学生时代 尽力就不了解了 你跟那时同学 有时旧相识 应该比我更了解吧 丁前说完之后 杜志勋沉默了几秒钟 我仔细回想过 文心学生时代 一向比较外向 朋友也是很多 人长得漂亮 喜欢他的男生 也是大有人在 他曾经交往过两个男朋友 后来也都是和平分手 没出现过什么矛盾 文心工作之后 就没处过对象 身边也没有这么一号 迷恋他的人 你是他唯一一个男友 话说到这里 两个人一时间 都陷入沉默 顾宗泽这时候走过来 对丁前说道 丁医生 要不你先去看看 两个目击者吧 听说你擅长催眠 你跟他们聊聊 若不定能让他们 想起凶手的长相呢 我试试吧 不过一般来说 恐惧是不会让人 记住凶手长相的 目击者既然能够 完整清晰地附属出 事件经过 只要是见过凶手长什么样 就不会忘记 顾宗泽随口嗡了一声 转身出了办公室 过不多时 那个梳着 墨西干头型的发型师 带进办公室了 他指了指 坐在杜志勋临坐的丁前 对罗奇说道 这位就是丁医生 你们好好聊聊吧 罗奇小心翼翼地 走到丁前面前 略先紧张地望着他 丁前让他坐下 他要慌慌张张地 在旁边椅子上坐下 然后往后挪了挪 丁前习惯性地 引导地往下说 随便说说就好 你就简单地讲讲 安静经过吧 罗奇之前已经讲过数遍了 复述起来很流畅 不过他的眼神 总是有些飘忽不定 不时地偷偷打量丁前 发现丁前注意他时 又急忙躲闪 顾宗泽来到他的身边 轻轻拍拍他的肩膀 就说 你不用紧张 想起来就是想起来 没什么可怕的 罗奇回过头 对他说 可是我真的记不清楚了 脑子浑浆浆的 怎么会呢 你之前不是记得很清楚吗 冷静下来 好好想一想 昨天晚上看到了什么 顾宗泽按在罗奇肩膀的手 不自觉微微用力 可是 可是 丁前打量着罗奇和顾宗泽 忽然一声冷笑 原来是找目击者辨认 我是不是凶手啊 直接说好了 何必绕这么大一个圈子 他突然戳穿两个人的演戏 气氛顿时无比尴尬 周围的人一时间 也都不知所措 顾宗泽见事已至此 索性对丁前说 丁医生 我们也只是公事公办 但毕竟大家之前都认识 直接把你找来对峙 怕面子上裹不去 我们也是替你着想 才用了这么一个办法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丁前往四周看了一圈 目光从每个人脸上扫过 看来这里所有人都在配合你演戏 只把我一个人蒙在鼓里 这还有什么可说顾琪掩面 随便吧 那就让你这位罗先生 好好看看 我是不是长得跟凶手一个模样 罗琪看看丁前 又看看顾宗泽 满脸的不知所措 顾宗泽对罗琪说 你放心大胆地说 是不是这个人 罗琪硬着头皮 又瞅了瞅丁前 好像 好像有那么一点像 你确定吗 罗琪又不住摇头 但是感觉又很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让顾宗泽追问的罗琪都快疯了 双手抓着脑袋 把墨西干头揉成起窝头 我当时喝诺了 实在记不清楚 你非让我想 我又不敢瞎说 打住吧 他做不了挣着 杜志勋说话了 第一印象才是最准确的 我们强迫他想 反而会误导的 他话音刚落 一个声音从门外 悠悠地传来 举头三尺有神明啊 只要做了坏事 肯定会被人看到的 说话前 黄玉走进办公室 他刚才跟郭荣荣去做笔录了 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这一幕 怎么会落下这个好戏呢 丁前看见他皱起眉头 你怎么在这里 我来跟你当证人啊 黄玉走到丁前面前 双眼中透着咄咄咄逼人 丁前瞳孔微微收缩 神情像石头一样冰冷 黄玉当着所有人的面 大声说道 上一次发生碎尸案的时候 我就开始怀疑这个人了 因此雇了私家侦探跟踪他 这些我都告诉了杜警官 和雇宗泽警官 在这里啊 我不费口舌了 我就讲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其实我的私家侦探 已经预感到丁前要作案 他眼看着丁前 把一个男青年 骗出叶总会 然后一路跟踪 打算在丁前动手杀人的时候 抓他一个人赃巨货 整个过程 我们一直用手机保持联络 所以我很清楚他的动向 可是就在我的侦探跟踪丁前 走进龙岗码头清水街的 一个小胡同时 突然失去了联系 我等了他一夜 直到今天早上 依然没有他的消息 我感觉情况不妙 便派人根据 我们昨晚通话时 他描述的地方去找他 果然找到那个胡同 在胡同里 发现侦探的手机和蓝牙耳机 在墙上还有溅上去的血迹 不用多说 他肯定是遭人袭击了 恐怕就连那个 被丁前骗走的男人 一起遭遇了不测 我当时就猜到 他们的失踪 必然与丁前脱不了干系 果不其然 晚一些时候 发生了碎尸案 丁前 我知道你巧言吝啬 善于狡辩 但你逃过了第一次 逃不了第二次 这次 你就认栽吧 黄玉 也是见过场面的人 头脑清晰 思路敏捷 一番话 聚聚入刀 刀刀切中要害 再加上 他提供的血样 与碎尸现场的被害人 血迹吻合 让他的话 更是具有可信度 转眼就把丁前 逼入绝境 专案组的人员 被指认为杀人犯 这种情况 还是从未发生过 在场的警员们 全都鸦雀无声 一个个表情各异 都凝固在脸上 在这种时候 丁前的反应 反而是异常平静 他看了看黄玉 简单地回答说 我不认为 你说的那个人是我 黄玉忍不住嘲笑 你还真是嘴硬啊 你肯定要说 昨天晚上 你并没去龙岗码头 你在家是吗 不 我昨天晚上 确实在龙岗 黄玉没想到 丁前这么痛快地承认了 不禁愣了愣 最后追问 你去龙岗干什么 当然是喝酒找女人呢 我现在单身一个人 偶尔也需要节俭闷吧 那为什么 偏偏昨天晚上去 昨天晚上 去龙岗码头玩的人 是成千上万 照你这么说 他们每个人 都有杀人嫌疑了 丁前表面若是 能不妨抓住黄玉的漏洞 一句反问 让他措手不及 黄玉咽了一口唾沫 焦躁的高声说道 我不管别人 你再狡辩 现在也是你的嫌疑最大 你昨天晚上 就是去杀人了 我的私家侦探 跟踪的那个人是你 目击者看到的 碎尸凶手也是你 你就是千真万确的凶手 你太武断了 黄玉先生 丁前依然不急不躁 审问嫌疑人 跟当老板 发号施令不一样 还得由专业警察来做 你抓不住重点 你 黄玉直接气炸了 无论他使出什么招数 这家伙怎么就像铁疙瘩一样 蒸不熟 炸不烂呢 顾宗泽接过话 还是我来问吧 只有一个问题 我先问问黄玉先生 昨天晚上 你那位私家侦探失踪的时候 是几点 还记得吗 我当然记得 九点四十分 这是他最后一次跟我通话 我看过手表 记得很清楚 好 那么游乐场里的监控摄像头 拍到的凶手 是在一点十分 吐着拉杆箱 出现在作案现场 从时间上估算 凶手在清水街胡同里 袭击两个人 到他出现在碎尸现场之间 间隔了三个小时 足够他杀人遗失的 时间上很充足 凶手碎尸 花了差不多三十分钟 然后离开了三十分钟 把喝醉酒的罗奇带了回来 最后凶手离开的时间是 两点四十分 把前后时间算在一起 凶手作案时间 是从昨天晚上九点四十 到次日凌晨两点四十 我接下来 就要问问丁医生 昨天你在这个时间段里 在干什么 我在喝酒 在龙岗码头吗 嗯 在龙岗码头 1914街区的 红星酒吧里喝酒 你自己喝酒吗 不 跟一个漂亮女人 扯淡 黄玉抢国话 那你就去龙岗码头 把那个女人给我找出来 别说什么 一夜情不认识之类的屁话 来淌死我们 我可以把她找过来 为我作证 她在哪儿 在这儿 一个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声音不大 但是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众人群声望去 说话的人竟然是法医柳飞 她正靠在墙角的办公桌上 冷傲清丽的脸庞 显出些许局促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黄玉瞪大眼睛 简直难以置信 她冲到柳飞面前 你在开什么玩笑 你居然能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刘飞两家 煞石腾气两朵红云 羞恼地说道 你会说什么 我只是陪她喝两杯酒 聊聊天而已 之后 我们就各自回家了 不可呢 我不相信 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 肯定是你们俩之间串通一气 你公意给丁钱开罪 才这么说的 刘飞彻底火了 我是一个法医 我为什么要包庇一个杀人犯 还陪她一起喝酒 你这人真是莫名其妙 那个酒吧里有视频监控 我是不是说谎 去查查不就知道了 顾宗泽出来打员场说 好了 刘法医 你也别生气了 毕竟丁钱现在有些嫌疑 你就简简单单说说 你昨天晚上 怎么跟丁钱 约去红星酒吧喝酒的 时间你还记得吧 昨天晚上在特案组加班 大约9点15分 定情给我打电话 说她在龙丸码头 约我去喝两杯 我收拾了一下 开车去龙丸码头 见到她 差不多是9点50分左右 之后我们一起去了红星酒吧 待了很长时间 离开时 差不多在凌晨1点30分左右 之后我们各自开车回家了 那就是说 从昨天晚上9点50到凌晨1点30分之间 这个时间段里 你一直都跟丁钱在一起 是的 我们一直都在红星酒吧 没离开过 柳飞语气这么肯定 也不像是在说谎 何况到时候 一查酒吧监控就查出来了 她也没必要说谎 顾宗泽看了一眼黄玉就说 黄先生说 他顾的侦探是9点40分失踪的 假设丁钱是凶手的话 并且已经把侦探和另外一个青年都制服了 那接下来他就必须在10分钟之内 把两个人转移走 否则留在胡同里肯定会被路人发现的 他还要抓紧时间去和柳飞见面 然后在三个半小时时间里 他一直都和柳飞在酒吧里喝酒 可是在1点10分左右 凶手已经拖着装尸块的拉杆香 出现在露天游乐场了 除非丁钱会分身术 否则他没办法一边陪柳飞喝酒 一边去分尸被害人 所以说 随时暗的凶手不可能是丁钱 黄玉向头暴怒的狮子高生说道 那你告诉我 我派去的侦探 为什么口口声声说他看见丁钱了 他和人特种兵出身 顶级侦探 能力比你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难道是他看错了吗 你告诉我 顾宗泽刷得沉下脸来 他对黄玉已经够客气了 可这家伙 倚仗着家事显赫 实在是太忘乎所以了 黄先生 我们看中的是证据 不是胡乱猜测 你的私家侦探如何 是你和他的事情 我们只用证据说话 我也相信法医柳飞 说的是实话 关键是他能拿出来酒吧监控的证据 你能给我们什么呢 除了你嘴里的侦探之外 还有谁见过丁钱作案 你给我找出来 黄玉一下子被顾宗泽顶得没瓷了 他原以为自己准备这么充分 肯定把丁钱钉死在这里 万万没想到 还是让他毫发无损地溜走了 再看丁钱毅然泰然自若坐在那里 他心中就更加来气 却又拿他无可奈何 一时之间进退不得 幸亏这时候 后在门外的管家梁文通 及时走进办公室 对黄玉说 少爷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饮食基地那边找你去呢 老爷今天也要去剧组看看 都等着你呢 黄玉正好找个台阶下 丢下一句 总之我的四家侦探失踪了 你们到时候也得想办法给我找到 说完拂袖而去 黄玉走后 丁钱也为久坐 随后离开刑警队 上车准备回到影视基地 这之后 忽然走进来一个人 一把拉开副驾驶坐的车门 不容分说就钻起来 坐在丁钱旁边 丁钱看了一眼 进来的是黄玉 黄少爷坐过法拉利了吗 想跟我欢欢 我知道 肯定是你 黄玉探过身子 几乎要扑在丁钱身上 圆瞪的双眼 凶式的 逼式的 不管你多擅长狡辩 即使你能骗过那些警察 也骗不了我 昨天晚上 我的侦探黑蝙蝠跟踪那个人就是你 你从业总会里把一个男人骗出来 就是想对他下手 我没说错吧 黑蝙蝠一直跟踪你 本打算把你抓住 可是他失手了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逞的 但你肯定用了什么手段 丁钱无不计讽地说 那你还敢跑到我的车里 你就不怕你也失踪吗 黄玉脸色变了变 随即冷笑 我不相信你在这里就敢对我动手 不过话说回来 我还真的好奇 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 你想知道 丁钱的语气耐人寻味 当然 如果你把蒋雨昕让给我尝尝先 说不定我会考虑 真的 你不信 丁钱暧昧不明地笑了笑 我养了那么长时间都没舍得碰 居然让你上来就给拱了 你说我甘心吗 我不知道 或许你说的是真的 不过蒋雨昕愿不愿意我就不知道了 如果他发现 其实你是这样的一个混蛋的话 黄玉也忍不住笑起来 一边从衣兜里掏出手机 在丁钱眼前晃了晃 就说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不小心碰到屏幕 拨了一个号码 你猜 我给了谁啊 丁钱脸上笼罩一层寒印 你为什么不直接拨给专案组报警呢 那起飞更方便吗 起一 我不知道杜志勋和顾宗德的手机号 起二 比起再让警察审你一回 我觉得让蒋雨昕憎恶你的把握更大一些 黄玉拉开车门跳到车外 我觉得我还是换一辆车回去吧 你现在肯定杀我的心思都有了 丁钱一拉倒挡把车退出十几米 朝着黄玉冲了过来 看看擦过黄玉身边唏齿而去 可把远处的梁文通下出一身冷汗 急忙跑向黄玉 你没事吧少爷 丁钱你这是疯了吗 黄玉瞧着丁钱远去的车影 冷哼了一声 他没疯也快了 嗨各位小伙伴 你们好哈 我是你们的人肉故事机 自今呢 我的故事阴间神探已经正式完结了 超级惊悚直播的录制呢 也接近尾声了 新故事行走阴阳 已经在喜马拉雅更新了 大家去搜索行走阴阳 去收听订阅吧 这是一个关于道士和道门传奇的 恐怖悬疑故事 很惊悚 很诡异 很刺激啊 跟我一起经历道法 斗法 还有苗疆黑白巫术 去看看一个修道之人 斩妖除鬼的传奇一生 我演播的故事质量 大家可以绝对的放心哈 音效音乐方面 也是绝对的高品质 直接在喜马拉雅搜索行走阴阳 或者到我的喜马拉雅主页 找到收听 快去订阅吧 在第一集的评论区留言 说一下你的收听感受 我会在评论区 公平择忧地抽取20个小伙伴 送出66元现金的红包 对了啊 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有生的紫金 我会在微博经常地发红包 送礼品哈 好了废话不多说 感兴趣的话呢 赶紧去搜索订阅和留言吧 下面来听一听 行走阴阳的片头 来感受一下吧 奶奶为了传宗接代 强行绑回来一个疯女人 十年之后 有人找上闻来 送了我家五口大红棺材 上面用鲜血写着 我们一家老小的名字 我全家惨死 为了复仇 我成了一个行走阴阳的修道之人 白鬼围存 水底巨关 只穿渡鬼 佛人炼鼓 苗江黑白巫术 中泰斗法 把神秘昆仑蛇 神秘昆仑蛰 这是我修道之人的一生 行走于阴阳之前 一步步去探寻那些神秘而邪门的另一个世界 百入道门 轻我一生 必当斩尽天下诸邪 封尽天下历鬼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的 长篇悬疑恐怖小说 行走阴阳 作者阿七 演播 紫琴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琴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蓝经影视城 凶暗迷情片场 江雨昕今天明显不在状态 一段戏拍了很多遍都过不去 把导演头都搞大了 走过来悄悄地问蒋雨昕 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 蒋雨昕强颜欢笑 表示她没问题 导演压低声音说 安琴啊 今天跟往常不一样 你可要打起精神呢 你没看到 坐在那边几个人了吗 中间那个人呢 就是黄经理的父亲 黄山的 黄山 蒋雨昕侧目望去 看见了远处五个人 除了中间那个 五十多岁的老者坐着 其他四个都穿着清一色 鼻挺西服 眼神十分锐利 倒是那个老者 只穿了一身凶贤装 看着气定神闲 与众不同 怎么 你还不认识黄山吗 黄经理没跟你介绍过呀 导演很诧异 明显是想多了 他可是天海集团老总 大名鼎鼎的富豪啊 咱们这个戏 真正的幕后金主 可是人家 今天过来呢 是给黄雨捧场的 咱们也得做点样不是吗 蒋雨昕之前 见过黄山 不过不熟 黄渝也从未讲过 是他的父亲 他对黄山无欲无求 也没想过有朝一日 能嫁入豪门这种事情 导演见蒋雨昕 反应冷淡 有些魂不守舍的 我看安静你 今天状态不好啊 如果感觉实在吃不消 那就歇一天 我先拍其他段落 蒋雨昕正想回答 不知看到了什么 身子忽然一阵 面色苍白 目光呆呆地 望着某个方向 丁钱正慢慢走过来 来到两个人面前 导演说 来了正好 丁医生啊 我正想调整两场戏 设计心理学方面的 你忙忙把把关吧 丁钱点头说 好的 在他和导演打招呼的时候 故意冷落蒋雨昕 连一个眼神都没给他 蒋雨昕 永远地瞪着丁钱 眼眸中 充满了失落和愤怒 完全没有感觉到 自己已经 把嘴唇咬出了血了 他脑子里装的 都是刚才黄玉和丁钱 电话里说的那些话 他简直不敢相信 丁钱会说出那些话 他更不敢相信 他在丁钱心目中 原来这么不值钱 充其量 只是一个漂亮的玩物 他实在忍受不下去 借口不舒服 飞奔似的逃了 丁钱到了不久之后 黄玉也回来了 和父亲一顿事 发现黄山面色酝怒 他也收敛起来 挤在人群里 老老实实观看拍戏 之后又来了一个人 剧组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 他也没有声张 悄悄地坐到丁钱身旁 丁钱牛脸一瞧 竟然是杜志勋 吓了一跳 你怎么进来的 黄称是黄玉的朋友 事里人多 没费劲就进来了 可你不在经营队研究案子 跑这里干什么呀 总不会是想看碎尸电影 找灵感吧 你这么说也不算过分 我确实想看看 你们这个碎尸案是怎么拍的 当然了 顺便跟你聊聊案子 在刑警队 你还没来得及说呢 说什么 当然是文心了 虽然我知道你始终不愿提他 可是到临头 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你总该有点想法吧 丁钱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 让让杜志勋 杜志勋抽出一根 你不是从来不抽这个东西吗 怎么忽然学习抽烟了 丁钱自己抽出一根 掏出打火机给彼此点上 深吸了一口 贪婪地吐出呛然的烟雾 望着摄像机前 饰演凶手的演员 慢慢逼近目标 弗洛伊德说 人天生就有死亡本能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毁坏冲动 一种摧毁秩序 回到前生命状态的冲动 无论是伤害别人 还是自毁 都源自这种本能 因为所有生命的终极目标 都是死亡 抽烟正是一种掌控死亡 享受死亡的过程 我很没心情跟你谈哲学 不聊这个吧 说说文心吧 我没什么可说的 没什么可说的 这不像是你的做派啊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凶手究竟是为什么要留下 那个奇怪的话吗 他跟文心之间 到底是什么关系 丁前吐出一口烟 说 我已经让文心折腾得够久了 不想再知道 关于他的任何事情 杀害文心的凶手 正是吕正凯 我们在他家 也找到文心的衣服 证据确凿 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彻彻底底地结束了 这一篇应该翻过去了 不 还没结束 你心里清楚 那是你的事情 跟我无关 你也别逼着我 再去搞什么共情书 再去回忆文心 我实在受够了 丁前狠狠掐灭烟头 当你认识他的人那么多 他遇害的事情 也早就传扬出去了 或许就刺激到 某个心里变态的家伙 故意恶作剧 想引起轰动 你就算是这次 抓到这个家伙 或许再来个十年八年 又出来一个案子 跟文心有关 这样的疯子 我们永远都抓不干净 杜志勋没有想到 丁前反应如此激烈 犹豫了一下 正想说什么 丁前忽然站起来 朝正在拍戏的演员 大声说道 不是这样的 你们完全没理解剧本 他这一嗓子 把整个现场打乱了 演员被迫叫停 两个正演到 信头上的演员 显得十分不高兴 尤其是饰演幕后真凶 魔术师的那个男演员 也算颇有名的实力派 他拉着脸 没好气地质问丁前 我演这么多年戏 你的意思是 我还看不懂剧本吗 我并没质疑你的演技 但是你完全不理解 催眠的含义 丁前绕过人群 走到他的面前 虽然你在电影中 是一名魔术师 肯定不能像变魔术一样 把人催眠了 催眠是一项科学 有严谨的步骤 我在剧本里做过提示 但是很显然 你并没有注意到 我当然有看过 可我这是在拍戏 运用我的演戏经验 做一些艺术上的处理 这样的观众的视觉效果会更好 男演员理直气壮的争辩 恰恰相反 艺术加工不能篡改科学本质 你这样随心所欲 只会让观众感觉太假 无形中就降低了 这部影片的质量 歉 男演员不屑一顾地歪歪嘴 我说句实话 催眠树杀人这个点子 本身就很假 本来就是假的东西 你怎么拍不都是假的吗 男演员也来脾气了 不管不顾了 不少人正在偷描制片人黄玉 这个影片可是他投资拍的 说这种话 不也等于贬低他们 可是一向性情巨傲的黄玉 并没有发作 反而心平气和坐在那里 一副与我合肝的假设 面对男演员的当面质疑 丁钱并没有急于反驳 他说 有些东西人们觉得假 是由于无知 催眠树理论的产生是在近代 但早在几千年前 就已经开始应用了 那些请神治病 巫术杀人的古代手段 其本质就是原始的催眠树 催眠树本身 从不同方面又分成很多类 以暗示条件来区分 包括言语催眠和操作催眠 以意识状态来区分 包括觉醒式催眠和睡眠式催眠等等 通常情况下 催眠是对患者进行的多时日 睡眠式催眠 就是你们偶尔在电影电视节目中 经常看的情景 先让患者处于半睡眠状态 然后再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治疗 这样的治疗效果比较好 而这部电影里应用的是一种 不太常见的催眠术 觉醒式催眠 也就是说 在人意识清晰的时候 进行暗示性催眠 这样难度更大 催眠程度和催眠手段 取决于催眠师的水平 这就需要一套完整的催眠步骤 而不是简简单单一两个动作 一个手势就能完成的 就拿你们刚才拍摄的那个桥段来说 你饰演的于昊和邱玉玲的丈夫何远 在游戏厅里碰面的时候 催眠就已经开始了 表面上是何远借助酒劲 在不停发牢骚 其实是于昊在暗中诱导他 台词比较简化 但是方向是对的 你当时给何远进行了浅度催眠 浅度催眠的好处 是完全不会干扰何远的思维和正常行为 并且持续时间很长 但是你在他心中预埋了一个催眠暗示 杀掉刘宇昆 就是第一个被碎尸的被害人 那个跟邱玉玲有染的男人 虽然是何远逼迫自己老婆去卖银赚钱 但他内心里还是很反感的 这种反感就是于昊要利用的心理弱点 你要记住一点 催眠绝不是催眠师与受施者之间的对抗 而是催眠师利用受施者的心理弱点 进行强化暗示 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行为 换而言之 催眠是无法让人失去意志的 一旦催眠暗示 违背了受施者的意志 他就会马上出现反抗 甚至清醒过来 你的意思是 在何远的内心深处 本来就是想杀了 上他老婆的刘玉宽 男演员有点开窍了 这么说倒是也可以 只是何远的恨意远没有那么强烈 在现实中会有诸多因素影响他 比如说 杀人犯法抓住要被枪毙 万一收拾不了对方 自己可能会倒霉 反正对方也花钱了 等等想法 笼统称为外部现实 它可以影响一个人正常判断 余昊的催眠 就是在何远的思维中 剥离这些外部现实 让他只关注内部焦点 刘玉坤玩弄了他老婆 他要杀了这个狗东西 一旦形成这个概念 何远心中对刘玉坤产生了杀意 至于杀人手段是什么的 要进一步 少家暗示就可以了 而这些催眠过程 在电影中都是游戏厅里完成的 当何远走出游戏厅时 他已经收到了催眠暗示 当然光这些还不够 接下来就是影片中 看似最神奇的一个步骤 操控杀人 兵前停顿了一下 周围已经鸦雀无声 无论是导演 摄像 灯光 还是主演和群众演员 都听得是沉默结舍 他继续对男演员说 你们正在拍的桥段 是刘玉坤走到月亮酒吧 又想勾引邱玉玲 当时你在酒吧里 只是一个打杂的 最不显眼的一个角色 何远当时也在酒吧里喝酒 在这个时候 你不小心打碎一个玻璃瓶 在电影里 为什么要给这个杯子 做一个特写呢 因为这个杯子破碎的声响 就是触发信号 是你在想催眠和远的时候 给他意识中埋藏的触发暗示 一旦你发出这个信号 就会让他的精神状态 从浅度催眠的松弛中 陡然紧张 在他心中 瞬间充满对刘玉坤的杀意 变成孤注一掷的杀人狂 这个时间段 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只要计划周全 安排得当 就足够 他把刘玉坤杀了的 随眠术到底做了什么 其实只是蛊惑了一个人 去做他想做 却又不敢做的事情 男演员的火气 此时已经全消了 对丁钱也客气了几分 听你这么一说 我倒是明白了不少 看来还是我之前理解不多啊 理解不够啊 真是隔行如隔山呢 他话音刚落 人群里有一个人 说起风凉话来 不过就是拍个电影 读个乐子 谁在乎什么真真假假的 我就是看不惯那些 自以为是的维科学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制片人黄玉 他一开口 别人都不好言语了 丁钱倒是也没跟他争论 笑了笑转身要走 黄玉怎么可能放过眼前 这个好机会 站起身说道 等一下 丁专家 我还要请教你一个问题 丁钱站住 慢慢转过身来 黄玉来到他的面前 我这个人平时最喜欢 实事求是 跟司马南方舟子 他们也是有交流 很喜欢他们那种 求证真相的勇气 我今天也想 向你求证一下 求证什么 催眠术 你也知道 从一开始看见这个剧本 我就对上面的催眠术 尽存疑惑 尤其是利用催眠 去杀人这个梗 我始终不太相信 当时呢 我还叫你们去改剧本来着 只是后来 为了赶时间 没太追究 但我始终保留意见 刚才听丁专家煞有其事 解释了那么一大通 似乎说得头头是道啊 我倒忍不住 想开开眼 请丁专家 给我们当场示范一下 如何用催眠术控制人 怎么样呢 这个要求 我曾经也提过 当时丁专家 并没有答复我 或许当时你身体不适 我可以理解 看你今天气色不错 应该不会再推迟了吧 黄玉这番话 虽然有些挤兑人 但也的确勾起 很多人的兴趣 毕竟 谁都没有亲眼见识过 催眠术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尤其是听了刚才 丁谦的专业讲解 就更加好奇了 大家都迫不及待 瞧着丁谦 想亲眼目睹 他到底是如何控制人的 丁谦 目光有些阴冷地 瞧着黄玉 黄公子 有些东西 是不能用来娱乐消遣的 催眠术不是游戏 搞不好会造成 大家都不兴旺的后果 是吗 黄玉忍俊不禁 你越说我到越发好奇了 这样吧 你也不用牵扯别人 你就催眠催眠我试试 让我感受一下 被人催眠是个什么滋味 哪怕你能让我 给你下跪磕磕头呢 我也扔了 绝不会为难你 你看怎么样啊 丁谦意味深长地凝视他 你一定会后悔的 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黄玉猛然从愣证中回过神来 哈哈大笑 刚才还夸夸其谈呢 现在居然吓跑了 真是可笑至极 我今天算见识到了 什么叫催眠术啊 不过就是一套 唬人的把戏罢了 其他人也跟着七嘴爬舌 议论纷纷 更多的是对丁谦的 积讽 嘲笑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傍晚 黄山在影视城附近 五星级大酒店 设宴款待剧组人员 黄山一向出手扩住 即使今天只顺道来看看儿子 也少不了排场 宴会之后 大家还能在酒店多住一晚 享受一些特色服务 丁谦的喝了不少酒 嘴熏熏地独自回到客房 冲了个澡 哪都没去 他关上灯 靠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让酒精松弛着疲惫的大脑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为时够多 他不愿去想 想多了头疼 这时候门铃响了 他磨磨蹭蹭 起身去开门 看见门外站着 蒋雨昕一个人 不禁一致 下意识往他身后看看 只有我一个人 我有话跟你说 方便进屋吗 蒋雨昕的语气 依然惯常地温柔 只神情 却变得有些陌生 顶前侧身 让他进屋 随手打开闭灯 有什么话就说吧 江雨昕平静一下心情 轻声问道 是你吗 什么 真的是你做的吗 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我做什么了 你跟黄玉三下里的通话 我都听见了 你那是等于承认了 对吗 丁前扯动一下嘴角 笑容有点假 抱歉 安切小姐 我现在没办法相信你 所以也不会回答你 因为你已经是黄玉的人了 女人一旦变心 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 随便一个电话录音 就足以把我毁掉 我没有带手机出来 也没有带任何 能录音的东西 丁前依然面带怀疑 江雨欣永远地凝望着丁前 双手忽然 从背后解开裙扣 在丁前惊恶的目光中 把身上的衣裙一件件脱去 直到一丝不挂地 站在丁前面前 袒露出象牙般 白心完美的动体 丁前皱眉弱 你这是干什么 现在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们可以去卧室说话 你这么主动 我真有点没有心理准备呢 你又何必再假装呢 江雨欣欣然说道 你不是跟黄玉说过 想尝尝我吗 何况你曾经帮过我那么多 我感激你是理所当然的 你不用觉得亏欠我 这是你应得的 我只有一个请求 什么请求 收手吧 不要再干上天海里的事情 做回以前的你自己吧 丁前慧莫如深地看着她 从喉咙深处发出嘀嘀的笑声 你还是这么天真啊 江雨欣 说心里话 没有我 你确实也走不到今天 她慢慢地走向江雨欣 江雨欣有些恐惧 下意识地后退 被丁前忽然抓住 你不是已经准备好了 为什么还要反抗呢 在丁前冰冷坚硬的手掌中 江雨欣的裸体 冷得直打颤 她把江雨欣按在沙发上 像豺狼一样 打量着利爪下的羔羊 她望着无处流泪的江雨欣 冷笑着覆在大耳边说道 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了宝贝 你不是在救我 我也不需要你还债 原因很简单 我所做的都是我想做的 也有能力做到的 我想要你 用不着你主动 我也守到亲来 我想杀人 也用不着亲自动手 我也一样能达到目的 所以我不怕警察 更不怕谎语 现在你懂了吗 丁前话音刚落 房门光当一声 被用力推开 黄玉冲进房间 看见屋子里情景 就全都明白了 他气急百坏扑上去 把丁前从江雨欣身上拽开 挥舞拳头狠狠打倒在地 他妈的敢玩我的女人 还从来没有人敢呢 黄玉讲到发疯的狮子 就算把丁前大谢八块 都不解恨 丁前摸着嘴角 淌出的血 反而笑得很开心 黄玉就更来气了 你他妈还敢笑 信不信我杀了你 盛怒之下 一把抄起 强贵的青铜百尖 恨不能一下 就把丁前砸死 出手 一声苍老浑厚地低喝出来 一听到这个声音 黄玉就是一致 等他看见父亲黄山走进房间 气势立马就搓了一大截 黄山很少发火 如今眼眉都竖起来了 贺问黄玉 你告诉我 你在干什么 如果不是老梁及时发现 告诉我过来 你是不是还要给我闹出人命才罢休啊 不是吧 这个人太无耻了 黄玉愚怒不消地置着丁前 他居然敢强奸我女朋友 简直不能容忍 黄山瞥了一眼江雨欣 此时 他已经胡乱套上衣裙 坐在角落里哭泣 他对黄玉说 算了吧 你平时什么做派我还不知道 上次我见你身边 还不是这个呢 你平时胡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你别荒唐到 连自己是谁都忘了 堂堂天海集团总裁的儿子 像泼妇一样 为个女演员跟人争风吃醋 打架斗吼 你是不是觉得 靠这个上的消息上报纸才够威风啊 你让董事会那帮人怎么看你 将来有一天 我把这个大家也交给你 他们服不服你 黄山也真的是怒了 把儿子劈的头都抬不起来 他叹口气 回头对梁文通说 老梁 你马上带那个受伤的先生去医院 我们理亏 好好安慰人家 丁贤揉着下巴 笑了笑说 不必了 小商不碍事 我没那么矫情 黄山也不勉强 目光在房间里扫尸了一圈 刚才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不希望在任何媒体上看到一点消息 这位先生还有安琪小姐 你们都是明白人 我不问刚才事情的究竟 都算在我儿子头上 也希望二位就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也会做出相应的补偿 一表心意 说完这番话 黄山便离开了 黄玉也不敢纠缠 怨恨地瞪了丁贤一眼 随后跟着出了房间 余下的事情都交给梁文通处理 还真是大方 分别找来丁贤和江玉心 直接给了一张一百万的支票 两人不收 梁文通硬塞 说这是彼此的诚意 必须得受 最窝火的是黄玉 去了父亲的客房 又按了一顿训斥 才被赶出来 他气呼呼地回到自己房间 屁股还没坐稳当呢 梁文通就来了 他心里也在气梁文通 怪他多嘴多舌 索性翘着二郎腿 靠在沙发上摆弄手机 怕他晾在那里 懒得搭理 梁文通却好人难做 还没完没了地 费心解释 黄玉嫌他心烦 正想撵他出去 无意中发现 有好几个未接来电 他刚才出门匆忙 没带手机 也就没有听到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这些电话都是同一个手机连续打的 似乎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不过黄玉对号码很陌生 没什么印象 他给那个号码回拨过去 响了两声 对方忽然接听了 黄玉问 喂 你是哪位啊 可是下一秒 他猛然坐着了身子 两眼发直 脸色十分的古怪 一旁梁文通 察觉出了异常 怎么了少爷 是 是黑蝙蝠 黄玉惊讶地看着梁文通 黑蝙蝠 梁文通脸色也变了 这家伙昨天晚上 在跟踪丁钱的时候突然失踪 一直没有任何消息 就得大家以为他遇害了 他却意外地打来电话 黄玉迫不及待地问黑蝙蝠 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被人暗算了 被谁 别告诉我是丁钱 就是他 这简直是我听到最讽刺最搞笑的笑话了 你不是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要抓住他们 他不就是一个医生 你这个特种兵被他给收拾了吗 剑在墙上的血是你的血吗 黄玉的冷嘲热讽 并没有记起黑蝙蝠往日那种傲气 他有些推腾地说 那不是我的血 是丁钱跟踪的那个男人的血 这么说 丁钱是一个人 把你们两个人全部收拾了 没想到他还是一个武林高手 还是我太高估你了 你不明白 事情完全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黑蝙蝠发出嘀吼 声音里竟然带着恐惧 你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当然知道了 那个男人已经被碎尸了是不是 而且碎尸地点 就在龙岗码头附近的露天游乐场 这一点你之前推测的还算是贴边 只不过你认为丁钱会把目标 引到那里杀害 其实他是在那里碎尸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又不是警察 黑蝙蝠警惕地问着 难道你失联了 我就不会采取动作了吗 我就猜到丁钱要杀人 提前去报警了 警察一开始还不相信 等他们发现的碎尸全都傻眼了 又把我找过去了解情况 你还算是命大 当时我还在猜 被碎尸那个男人 究竟是你还是另外一个男的 现在看 到底你还是特种兵出身呢 还能活着跑出来给我打电话 你怎么不亲自来见我呀 我不敢见你 我杀人了 黄玉一正 你说什么 我杀人了 那个男人 就是被我碎尸的 黄玉呼地从沙发上站起来 你在胡说什么 那个男人不是丁钱的目标吗 不是丁钱袭击你们吗 你怎么会是凶手呢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黑蝙蝠声音虚弱的回音 昨天晚上 我跟踪丁钱和那个男人 走进胡同里 我发现丁钱不在胡同里 就想去找 就在那时候 丁钱忽然从我身后出现 我事后想起 那李悠山狠不起眼的侧门 他应该是躲在门后 趁着我不备的时候 溜到我的身后 他把你打昏了 没有 其实当时我已经察觉出 身后有情况了 这是在部队训练处的本能 我猛然转回身 看见丁钱就在我身后 我当时并没有多紧张 对付丁钱这样的 就算他有凶器我也不在乎 可是突然之间 就感觉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我感觉脑子里有些眩晕 周围的一切 似乎变得不那么真实了 丁钱 似乎对我说了一些什么 我已经记不住了 然后 我迷迷糊糊 像做梦一样 我真的做了一个梦 那梦很可怕 又似乎很真实 你梦见什么了 还能记住吗 我梦见我杀人了 杀的那个人 我当兵的时候见过 那是一次遭遇战 我们在边境执行任务的时候 与一火恐怖分子意外相遇 在交货中 跟我最要好的那个兄弟 为了保护我 被个家伙用AK打成了筛子 我最后把那家伙打死了 可是在梦里 那家伙又活了 而且就在我面前 我必须杀了他 我不杀他 他还会杀别人 我用刀子逼住他 把他带到无人地方给杀了 为了防止被人认出来 我还把他夺碎了 后来怎么样了 我忽然醒过来了 我看见 我站在一个巨大的 组合环体后面 面前是一地碎肉和骨头 似乎是一个人 被砍得稀巴烂 我的手里 竟然还拎着一把 沾满血的斧头 而我身上穿的衣服也变了 这一幕简直 我做的梦是完全一样 不管我多不相信 我确实是杀了人 还把他剁成了碎片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没想到 当时旁边竟然还有一个墨基者 他躺在地上 等着眼睛看着我 充满了惊恐 就好像在看一个怪物 一个妖魔 我当时第一念头 竟然是杀了他灭口 我不想让任何人发现 我是杀人犯 我正想动手的时候 才发现我原来戴着风帽 几乎把脸都遮住了 我于是才放过那个人 用最坏的速度 把尸体装进拉杆箱里 还清洗了现场 而拉杆箱和洗地机 这些东西 竟然都在我梦里 就准备好的 当时觉得实在是太可怕了 黄玉说 你说那个墨基者 染了一个慌了八戒的 金窝头是吧 我在刑警都也见过他 他报了案 黑蝙蝠顿时紧张万分 他都跟警察说了一些什么 你知道吗 放心吧 我猜他应该是没有看清你 警察从未提过凶手是谁 不过话说回来 你说你做了一场梦 醒过来之后 就发现自己杀了人 这听着也太离谱了吧 你没想过是怎么回事吗 我仔细想过 应该是丁钱给我动了手脚 但是我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招数 我甚至都没有跟他 肢体接触过 那你知不知道 丁钱是一个催眠师 催眠师 黑蝙蝠愣了一下 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心理医生 怎么 你的意思是 他把我催眠了 本来我也不太相信什么催眠术的 还当着别人的面 屡次挖苦定钱 他却从来都不敢回应我 很是懦弱 我一直都以为 他那一套是唬人的 不过今天下午 他在给演员讲戏的时候 特意提到一种能通过催眠来控制人杀人的办法 说的杀有其事 什么利用人的心理弱点来引导人去杀人 听着挺像那么回事的 当然只是电影里戏说的 谁都没见识过 可是 听你刚才说到的经历 会不会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控制人杀人 黑蝙蝠笑得比哭还难听 像林大雨我都经历过 还拖一次遇到催眠人杀人的 黄公子 你他娘的真给了我找了一个好差事 既然你给我打电话 也是走投无路了吧 我建议你现在报警 把情况跟警察说明白 报警 你让我报警 黑蝙蝠冷笑说 我现在就是杀人犯 那不是自投罗网吗 你情况特殊 我和梁文通都会给你作证的 我们能想办法证明 你是被丁浅催眠了 被迫杀人的 算了吧 你就哪个警察会相信呢 在这说 即便能证明我是被丁浅控制的 我也还是随时杀人犯 死罪可面 活罪也难逃 蹲大牢也少不了的 我不干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给我一笔钱 我要出国 送一个杀人犯出国 你这个要求难度大了点吧 只要你准备钱就够了 其余的事情不用你管 你要多少 五十万 美金 我靠 你够黑的呀 我凭什么给你这么多钱呢 你不过是我雇的私家侦探 什么都没为我做成 自己惹上了麻烦 我还要管你跑路 我钱是不少 可又不想花在没用的地方 你并没有花在没用的地方 我刚好知道你手机里有一点小秘密 我一时好奇 就把那些秘密复制了一份 万一不小心散布出去 你的损失可就不只是五十万美金了吧 黄玉又惊又怒 你这混蛋 你什么时候 跟你仗的人打交道 我当然要防备一手 说实话 我一开始并不知道 你要对丁浅做什么 万一你对这个情敌不放心 想找人杀了他 我也不能背黑锅呀 现在处的状况 我也不想看到 但我总会是为了为你做事 才被连累了 现在连家都不能回 只能动躲歇藏 让你破费一些 不算过分吧 何况你是破财小灾 王八蛋 信不信 我找人弄死你全家 我信 不过我是孤儿 全家就我一个 而且我保证 在你弄死我之前 让你身败名裂 到时候 恐怕你联系成你父亲的位置都难 别忘了 你在国外还有两个姐姐呢 非常时刻 你父亲说不定也会做其他考虑 你并不是他唯一的选策 算你小子够狠 没办法 我现在是一头走投无路的恶狼 为了活命 我什么都能干出来 黄玉抓起桌子上的水晶摆台 狠命摔在墙上 碎片四散飞剑 把旁边的梁文通 吓得往后躲 黄玉勉强压住心头怒火 对手机说 好 我答应你 你现在就来兰京营城 我就在这里 你道理给我打电话 我们再有个地方见面 黄少爷 你好像忘了过去我是干什么的 把我骗到你的一抹三分底 随便找几个人把我收拾了 吃种小把戏 我却你连想都不要想 我倒是不是怕你 只不过你要等到我来找你 那就是鱼色望破了 我保证 那是你最不想看到的结果 那你想怎么办 你来找我 由我安排见面地点 只准你一个人来 放心吧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咱们俩无怨无仇 我只想要钱脱身 何况我还挺忌惮你父亲的 惊动了他 那我就是自绝后路 我不会翻蠢 我也希望咱们俩私下里 把这事情解决了 一手钱一手货 从此之后互不相欠 那样最好 你说吧 去什么地方找你 我现在就在龙岗码头 你还在龙岗码头 是啊 警察做梦也想不到 傻人犯 其实哪都没去 你在龙岗码头什么地方 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你刚才说你在影视城 到龙岗码头 一个小时足够了吧 再加上你取钱的时间 那我给你一个半小时后 等你到了 再给你打电话 一定要快点过来 我最多只能等你两个小时 如果两个小时 你还不能到我这里 我就会离开 你也别想手机定位 肯定找不到我 你还真他妈狡诈 怕我带人去抓你吗 不全是 其实我现在最怕的不是你 甚至也不是警察 那是谁 那个心理医生 就因为他把你算计了一次 你就这么怕他 你不懂 看得清的东西 往往都不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那些看不清 甚至看不到的 你知道 这个世界上 杀人最多的生物 是什么吗 是蚊子 从来没有人怕过蚊子 但就是这种 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小东西 往往会让你 无法预料的时候 给你最致命的一切 快点过来吧 我从现在开始及时 拿到钱 我就远走高飞 以你黄公子实力 还是有办法对付丁钱的 我就不想再趟你们之间的浑水了 黑蝙蝠挂了电话 黄玉一时间还是有些晃神 梁文通在一旁听了半天 也差不多弄清楚了情况 他问黄玉说 少爷 你不会真打算跟黑蝙蝠见面吧 不见面还能怎么样啊 黄玉狠狠瞪了梁文通一眼 都是托您的福 给我请来这么一个顶尖侦探 好人没捞着 还挨了一身埋怨 梁文通也自然倒霉 建议黄玉说 黑蝙蝠怎么说 现在也杀了人 你跟他单独见面 太危险了 要不咱们跟老爷说一声吧 他肯定有办法 屁 黄玉怒骂一声 打断梁文通 什么都是老爷老爷的 在你眼里 他就是无所不能是不是 你别忘了老梁 他所有东西 将来总有一天 全都是我的 等我坐上他的那个位置 我也是无所不能 他撒完火气 对梁文通说 这件事情 你不要跟任何人说 包括我爸 梁文通连连点头 不敢再有什么意义 哎哟 你把丁钱给我看住了 不让他去任何地方 说完 黄玉匆匆离开 没跟任何人 打招呼 欢迎继续收听 由紫金为您演播的 长篇悬疑推理小说 《无罪谋杀》 他驾驶法拉利 刚出酒店车库 忽然梁文通打了电话 告诉他 丁钱现在不在客房 不在客房 黄玉以心顿气 他去哪了 不知道 我们走后 他房间就关了灯 我打听过服务声 有人曾看见 他离开房间下楼去了 我又问过前台 就在你离开之前 他让驳车声 去给他提车了 现在应该已经走了 他是一个人走的吗 就一个人 这么说 他烧去什么地方 这么晚了 他要去哪了 黄玉琢磨了琢磨 一时也猜不透 丁钱 他今天晚上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 要办 没心思再去考虑其他了 一切还是等他应付完 黑蝙蝠再说吧 黄玉一踩油门 法拉利风驰电车般 消失在夜色之中 四十分钟之后 黄玉以最快的速度 开到天海传媒 南京分部 虽然他平时都在上海总部 偶尔过来南京一趟 这里还是专门为他设立 总裁办公室 门锁是指纹密码 除了他之外 外人根本就进不去 他打开办公室门 静止走到保险柜那 输入密码 拉开柜门 里面是一罗罗 雷放整齐的钞票 人民币 美元 欧元都有 加起来超过上千万 这些钱算是他平时的零用钱 以备不时之需 像这样的保险柜 他全国每个分部都有一个 遇到今天这个情况 就派上用场了 他把放美元那一个钱 全部捞在地上 一打一万 有八十打 他找出一个小皮箱 数了五十打扔进去 关上保险柜 拎着皮箱走出办公室 说实话 这点钱他还不看在眼里 就是让人摆了一刀 心里憋了口气 他想好了 暂时先稳住黑蝙蝠 等将来有机会 他再找几个道上人 做了它 时间还剩下一个小时 他上了法拉利 直奔龙岗码头而来 黑蝙蝠很准时 一个半小时之后 准时给他打来电话了 黄语说 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就马上到龙岗码头了 黑蝙蝠这次很爽快 直接给他一个地址 顺便提醒他 不许耍花样 黄语心中冷笑 我犯不上因为这点钱 跟你麻烦 你真正的麻烦在后头 我的钱 可不是那么好赚的 他到达龙岗码头 已经十点多了 街上还有川流不息的行人 鲜红的法拉利 在夜幕下也是依然耀眼夺目 不少人注目 投来羡慕的目光 其中不乏花枝招展的美女亮妹 可黄语现在对野味 一点心情都没有 他只想尽快地见到黑蝙蝠 法拉利穿过人最稠密的街区 来到再见的龙岗二号地铁站入口 黄语透过车窗往外瞄了一眼 看见了B口字样 便停射下来 这里就是黑蝙蝠的藏身之地 附近没有住宅楼和商场 行人也很少 属于闹市中一个相对僻静的地方 地铁站内部已经装修好了 下个月就要通车 亏得黑蝙蝠想到这么一个地方藏身 里面六个出口 一旦发现情况不妙 随时可以逃生 还真不会是侦察兵出神呢 黄语沿着台阶拾击而下 刚开始借着外边的光亮 还能看清楚里面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是昏暗 等他下到几十几台前 眼前只能朦朦胧胧 看见宽大的通道 一眼望不到尽头 只有一团漆黑 这让他上哪儿去找黑蝙蝠啊 他犹豫了一下 掏出手机给黑蝙蝠打电话 电话响起成接通了 还未等黄语说话 那边突然传出黑蝙蝠的低声怒骂 小子敢耍我混蛋 骂声将被堵在喉咙里发出来的 似乎黑蝙蝠不敢大声说话 而且声音里还带着呻吟 黄语十分吃惊 你在说什么 我听不明白 你怎么了 受伤了吗 你少装糊涂 陪人来偷袭我的难道不是你吗 我真是想瞧你了 居然能找到我 我没骗你 我都带钱过来了 干嘛要骗你啊 我现在已经进了闭口 现在在哪儿 怎么 还想换我出去 把我干掉吗 狗玩这种小孩子的把戏 黄语 你给我听清楚 我好不了 也绝不让你好过 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都在我手上 咱们走着瞧 慢着 你听我说 黄语生怕黑蝙蝠挂断电话 我对天发誓 我确实没有派人袭击你 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带钱来的 你看清 那个袭击的人长什么样子了吗 这里这么昏暗 我怎么看得清啊 那你怎么就断定 是我派人来的 难道不会是其他人吗 其他人 怎么可能知道我躲在 黑蝙蝠忽然哑口 似乎想到什么可怕的事情 难道是他 黄语想问是谁 忽然听到 通道深处 传出扑通一声 紧跟着就有人发出痛苦的哀声 似乎摔得不轻 黄语心头猛然一震 这声音听着很像黑蝙蝠 莫非他就在父亲吗 如果有光亮 或许他们早就看见彼此了 黄语一时间万分紧张 脑子飞快转动 黑蝙蝠受了什么伤 袭击他的人还在附近吗 他拷贝过去的要命东西 是不是在他身上 那东西是保存在手机上 还是油盘里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黄语决定冒一次险 从黑蝙蝠身上 把他的东西堵回来 把那该死的玩意儿 不管落在谁手里 他都不好过 而且感觉黑蝙蝠受得伤不轻 他应该是有些把握 黄语屏息凝神又听了一会儿 隐隐约约还能听到不远处 传出微弱的呻吟和喘息声 除此之外就没有其他声音了 看起来只有黑蝙蝠一个人 打定主意 黄语把皮箱轻轻放在脚边 伸手从腰间 拽出一根微型高压电棍握在手里 他这次来也不是一点防备没有 他寻着声音 朝黑蝙蝠的方向悄悄摸过去 手里电棍随时准备给对方一下 一下就让他彻底失去抵抗 然后他用最快的速度 在黑蝙蝠身上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迅速离开 他心里正这样盘算突然 他眼前一黑 毫无防备地扑倒在地 失去了知觉